這件事情喔 為什麼會鬧大你知道嗎 因為坦白講喔 你如果廣川喔 第一時間說啊我好爛的啦 啊我自己亂講的啦 我去不對啦 反正我覺得大家對他的 對他的信用程度根本也無所謂 反正就廣川嘛 就隨便講一講 各位他如果這樣講 你就笑一笑他嘛 你就覺得他喇叭什麼 他唬爛的嘛 現在很多民進黨幫忙洗地 說他唬爛的他唬爛的 你不要笑話了啦 還在那邊洗地為什麼 因為王毅川死不承認自己唬爛的 他說我是用手機信令 今天還加碼喔 我們等一下來看他加碼的 挖坑給自己跳嘛 因為他說我所言不假 王毅川已經講了 我有評有據所言不假 然後民進黨中央也說 他是參考民間資料 所言不假 所以好 現在王毅川已經再也不能說 我是唬爛的囉 代表這件事情是真的喔 那真的之後他唯一的就確認 就是他的來源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對不對 你王毅川已經講了嘛 那你不是唬爛了嘛 那你就一定要合法的來源嘛 不要在那邊洗地說 王毅川唬爛的啦 因為民進黨中央都說他不是了啦 他是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我們的執政黨我們的執行長 可以隨便唬爛 可是他已經否認了嘛 他說他不是唬爛嘛 我跟各位講啊 這事情大丟了 你如果是唬爛的事情還小 你偏偏要硬拗 那我跟你講那你硬拗麻煩就大了 來 為什麼 因為他自家觀影全部都跳出來了 唉唷 來 你看喔 劉四方說什麼 我們的資料是去識別化的 然後還有一堆1450在那邊崩潰說什麼 那什麼去識別化啦 聽不懂啦 沒有什麼識別化啦 去識別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資料根本沒有辦法判斷是誰 沒有辦法判斷是誰 而且你看劉四方講的多狠 我的東西跟王毅川普一樣 自己去問他 所以顯然劉四方知道這個會出問題嗎 而且來各位我直接給各位答案 真的跟劉四方沒關係好不好 內政部是無辜的 然後再來第二號嫌疑人國安局 國安局長回答更妙 他說我沒有參與 他說我們如果要調查 他必須要經過十二道法律行政程序 我幫忙補充一下 這是許曉欣詞詞詢的 還要高等法院裁核 各位 所以這在講什麼 如果沒有高等法院裁核 如果沒有經過法律程序 你得到了這份資料 這就叫做違法取得 違法喔 如果不違法的話 國安局長幹嘛要講這麼多 他就直接說 我這件事情不是我們做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非常的嚴重嘛 因為你侵犯了 憲法保障著人民的 這個通訊秘密嘛 跟人民的隱私權嘛 這絕對違法的啦 不用在那邊洗地了啦 如果你的手機號碼被做記號 這就叫做違法了 你的手機號碼被做記號就叫違法了 我跟你講這些民進黨的人 不要這麼好笑 你們整天在嘲笑共產黨天眼 然後民進黨幹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就出來幫忙洗地說 這沒什麼大不了 這很丟臉 臉丟大了好不好 暗示的點出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啊 蔡明恩這家傲聰明啊 我覺得蔡明恩這家傲也壞 他很厲害 他說 他其實這句話不用講喔 他說這可能跟飼料公司 跟電信業者合作 他說是跟電信業者合作喔 蔡明恩說 人不是我台的 這是電信業者蟲的 對就是電信業者 直接跟執政黨配合 好不好 來怎麼可以配合法 我直接給各位答案 這個人喔 就是中華電信的大數據總監 李承偉 各位 你有興趣的對不對 打中華電信 加李承偉去搜尋看看 你會發現非常多的驚喜 來我們先給他看他的字界 來各位就這傢伙 來把他看住 檢調只要沒有查到這個人 都是打假球 李承偉 大數據總監 來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字界 大數據總監 建構台灣第一套人工智慧選情預測系統 我沒有看過有人這麼蠢 你拿中華電信的東西 不能拿來做政治工房 然後你還傻傻的把他貼到實務成就上 這家伙是撞到是不是 各位啊 他自己承認了 去刷他吧 他自己承認啦 這到底還有我講什麼 各位他自己承認啦 他中華電信的東西不能拿來做政治工房嘛 他已經講啦 我已經建立了選情預測系統啦 他是 我跟你講他是中華電信的大數據總監 他的食物 中華電信大數據的食物 竟然是建立了選情預測系統 你拿的藤卡好了 看到鬼 哇 有夠屌 然後呢 這部影片各位我不放了啦 因為他的聲音讓我很受不了 他的聲音讓我聽了覺得很噁心 你可以去他的影片裡面看啦 他自己講的很清楚他到底怎麼幹的啦 好不好 而且各位啊 不只是這樣子 那個影片裡面 他已經很清楚講到了 怎麼用松華電信的手機做三角定位 我今天各位講啦 三角定位喔 其實是非常古老的一種定位法 但是呢 他在新型態他的方法就是說 他這個東西都已經全面AI化了啦 就你手機只要一開機一有訊號 特別是你是使用中華電信的 因為他基地台特別多嘛 他就用 因為基地台 今天 你的手機移到 連到他的基地台 他是為一個語言的嘛 這個圓 嗯 我要怎麼畫給你們看 我看一下 我用這張圖畫給你們看好了 來 來 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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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筆 好 來 黃筆好了 來 各位 比如說這基地台對不對 這基地台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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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你手機連到的話 他會有這邊有一個圓 這張圖畫好黑喔 等一下我找一個比較乾淨的 我用這個 我用這個好了 來 我用這個 我用鍍艷不要來畫 來 譬如說這基地 唉 怎麼那麼大 等一下 我找一張圖 我找一個小畫家 給你們畫給你們看 好像這張啦 這個比較好畫 來各位 好 比如說這是一個基地台嘛 這是一個基地台嘛 這是一個基地台嘛對不對 那今天基地台他只能偵測到訊號是這樣 就一個圓 他知道說方圓百里這邊有人 有人在跟他 跟他 跟他做訊號連接 這個圓畫圓一點 那你看哦 當三個基地台圓圓圓的時候 直接拉回來就好了 不用用這個方式 直接拉回來就好 對不對 他就可以做到什麼動作 他可以知道 哦那你手機是在這邊 中間這個地方 來我用更清楚的 他就可以知道哦那你手機是在這邊 因為三個圓他就可以交會出你的定點 如果兩個沒辦法嘛 兩個的話他會變成是什麼 這個重疊的區域嘛 這個重疊的區域嘛 他就不知道你是哪一個 兩個沒有辦法 兩個只知道區域 三個就可以直接交會出一個點來 他就是用這套技術 就這麼簡單 沒那麼複雜 哇 你連上被我畫得亂七八糟 就這樣沒那麼複雜 哦就三個基地台加強波器 所以他們有時候為什麼在活動現場都會掉強波器 你知道嗎現在搞懂了 因為你如果有時候在活動現場 他的基地台的距離哦 他沒有辦法構成三點 所以各位你下次看到強波器哦 你就跑去問他說你在偷我資料嗎 哦 因為他要強波器 就是那種移動的基地台 他才有辦法精準的定位 哦所以你看哦 來 三角定位系統 而當時做了什麼事情 各位 來我可以給你看當時的新聞 然後他們的時候還洋洋傻傻的 還覺得很驕傲 萬華哦 數十萬人哦 來各位 來各位 就這傢伙 來我們看 看一下 好不好 就他啦 哦 來 來就這個李承偉 但是李承偉怎麼來的 我跟你講他當初是賀成蛋引進的啦 哦 然後他其實根本不是電信專長的 哦 他是記者出身的 根本沒有相關的學經歷背景 OK 但是他跟民進黨關係特別好 所以我們來看當時的報導連結 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類的新聞完全被壓下來 大家不在乎好不好 你看哦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2021年的時候被問到 是否針對疫情熱區 板橋做健保卡助記 各位 你們都忘記這件事情對不對 陳時中竟然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在亂搞 結果呢 在13號的時候 竟然發現萬華足跡的民眾 各位無差別 發送60萬封細胞簡訊 進繼續針對就是我簡訊給你的對不對 足跡追蹤分析 60萬人他追蹤你的心中 所以不管你這60萬人是吃早餐睡覺上班 啊還是找小三他全部都給你記錄下來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何外的折扣喔 是嗎 是嗎 我愛了 我愛了 是嗎 是嗎